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催化剂 我是崔俊 今天我们来聊大奔 当然这个大奔呢 其实是奔驰应该是在轿车里面 卖的最好的一款车 这就是奔驰全新C级轿车 这款C级轿车呢 已经是经过了全新的换代 那么相比上一款车型来讲的话 这台车外部内部 其实都已经呈现了截然不同的面貌 而且这台车最关键的 由内到外 每一个点你都能找到它升级的优势 C级轿车现在就是一台小S 因为从它上级代开始 所有关于S轿车的这些元素 全部被下放到了这台车上 全部很明显 这是细长的车灯 这是新S当时刚发布的时候 这个饱受争议的造型 但是你现在看那个S的造型 放在了小几号的这个C级轿车上面 显得还是更和谐了一些 其实S的造型也是见仁见智吧 我觉得如果对于年轻人来讲的话 可能更喜欢那种偏运动 偏新人的造型 S的造型也是同样的一脉相承 最关键一点 我觉得有点过分了 隔山原来是星辉的隔山 现在里面已经画上了最新的 奔驰三星辉的这个标志 也就是说这台车 车头一看 每一个点都在告诉你 我是一台奔驰 所以这个让拥有这台车的人 这个车主的这个自豪的这种感觉 是非常爆方的 所以说它营造了非常好的一个品牌的彰显力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传统豪华品牌来讲 它对于它的豪华的产品力的一个非常集中的表现 整个的侧面这台车的尺寸又进行了加长 不光是车长增加了 轴距也增加了 2950毫米 这个相比上一代又又增加 所以加长已经成为了这类车型在中国的一个必经之路 而且这个必经之路 目前来讲的话 在中国来讲对于消费者还是非常受用的 我觉得奔驰对于C有一点是不一样的 轮胎为什么说不一样 18英寸的轮胎 这已经是260的版本了 18英寸轮胎 它并没有像很多年轻品牌那样过于的去标榜这个过大轮件 19英寸20英寸全部都上到这个车上 没有 因为这台车还是要表现一个优雅的舒适 就像它的定位一样 它可能还是奔驰着那种骨子里的优雅 所以它在轮胎的选择上面也是进行了取舍 所以说18英寸的轮胎 那么通过这个尺寸的设计 让轮胎在视觉上更加的外扩 同时前后轮胎是不太一样的 前面是扁命于45 后面是40 所以这样看起来 你也不会觉得是一个大车小脚的感觉 所以这就是设计的一个非常聪明之处 侧面我就不用讲了 就是一个非常修长的体现了 这个是CG加成版的一个显著的特点 有一点不同的就是 我们在侧面看的时候 这个视觉重心其实完全是在车辆的下部了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下部它采用了一个镀铬的一个面积 非常大的一个裙边 从前贯穿到后面 这样你在侧面看的时候 整个视觉的重心全部都在这了 视觉重心降低了 那么车辆在侧面来讲 一是显得修长了 二整个侧面的后重感又有了 后重感这是豪华车 必须要提供给车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验 尾灯部分我觉得也非常漂亮 因为LED的灯组的话 这也是奔驰现在最新的设计语言 车头大灯和车尾大灯都是这种带有非常尖锐的锐脚的形状 这个也是现在运动化的一个造型 因为整个奔驰现在就是营造了一个更年轻的一个 新派运动化的一个体验 所以它的整个的设计语言 到它的每一款车 都是忠实的贯穿了这样的一个设计语言 这是整个外部其实给我们呈现的一个 不一样的视觉的一个体验 那么这台车刚才我说了 内内外外都体现了很大的一个升级变化 那么我们可以到里面看一看这台车 什么叫做现在的豪华车的标杆 一坐进这个小S 新C的内饰 就是完全是来自于更高级旗舰轿车的无线下放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包括整体的中控设计 包括以中控台这块非常非常醒目的大屏 这些其实都是来自于S 包括这个仪表盘 包括HUD 三块大屏都可以进行一个有效的联动 这三块屏的这个屏显质量是非常高的 而且所有的功能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因为奔驰全新的MBUX功能其实已经是非常丰富了 这个在豪华品牌当中 这套系统其实的便利性 还有包括功能性都是属一属二的 这块屏非常有意思 它并不是像S那样的话 是一个非常面积过大的一块屏 但是这块屏有一点点的一个小的设计不同 就是它像驾驶员有一个大概可能6度或者8度的一个倾斜 这样的设计其实还是相对于S来讲的话 整个内舱的设计的重点还是在于驾驶员 因为S的话毕竟后排才是被照顾的重点 那么C级一定是驾驶员位 是整个车辆坐舱的中心 所以说这块屏会向驾驶员有一个倾斜 包括空胶出风口 包括我们所有能看到的部分 摸到的部分 C级的整体的材料的质感上面又进行了一个提升 这个确实你是不得不对这个传统的华品牌敬佩的 这是不得不去承认的 材料的这种质感 还有包括设计的一些小细节 在中控台部分的设计其实也是非常的细心的 木纹的试板上面其实是用了类似于金属的试条 进行了竖纹的布局 从左中右整个贯穿车辆的坐舱 这样整个车辆看起来在沉闷的里面加了一点点的这种活泼的元素 这样的设计其实让整个坐舱的这种传统的感觉一下就破开了 所以这个是奔驰设计的高屏之处 方向盘的设计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设计 因为它整个运动型的方向盘是一个整体的三幅式的一个设计 但是在横幅这块其实它进行了露空的设计 这样让整个这个横幅其实变成了上下两层 那么功能区在这里也进行了划分 所以这样的设计让你在日常驾驶操作的时候 忙操就完全可以进行操作了 这个设计还是非常不错的 再说回大屏部分 大屏里面的功能又进行了加强 包括奔驰以引为傲的这个氛围灯 在这里面又增加了又进步了 不光能进行这个多色域的单色的这个调节 而且有多色彩调节 而且非常有意思是名字起的非常好 胡斌晴雨 曲怨风和 雷锋西照 云溪逐境 非常的中国文化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做的还是不错的 这个让整个座舱的这个个性化 就会显得又更加的重了 你就完全是把它当成一个很嗨的一个夜店范来看待了 这个在晚上的时候坐舱营造的这个氛围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而且这台车在高配车型上你是可以去选装这个柏林之声高级音响的 这台车我们试驾车配置的实际上是一个我们俗称为大柏林的一个满配的高级音响 那么配合它的一些舒适性的一些设计 包括这个 唱心醒神啊 它可以提供不同 功能不同 舒缓音乐来应对你驾驶当中的不同场景 包括放松啊 包括提神醒脑啊等等 而且整个大屏会配合这个不同的场景有相应的互动啊 这个简直是完全是为车主去可以量身定制了 空调系统不光有这个微颗粒的这个降低花粉的减少 还有负离子开关 还有最重要的相分调节在CG上也有了 而且你可以调节它的强度 刚才说了整个这个座舱的重点其实是在驾驶员位 但是毕竟是一个加成的声音 所以后排毫无疑问也是被照顾的重点 说到后排空间之前 我先说一下这个座椅 新C这个座椅的造型已经发生了完全的不同的设计啊 就是这个头枕部分 头枕部分其实它采用了一个不一样的设计 并不是一个非常臃肿庞大的这个头枕 单纯的为了头部有接触面积 而且采用了一个造型非常独特的一个设计 大家看一下它操作的动作就能明白 所以它可以非常好的去贴合驾驶员的头部 缩小头枕的面积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我坐在后排的时候 后排乘客往前看的这个视野变得开阔了 原来会被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头枕去遮挡你的视线 内容在后排乘坐的时候 其实尤其长头驾驶其实是一件非常闷的一件事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设计就很好解决了这个一点 在满足了前排驾驶员的这个人体工程学的这个设计之外 又保证了后排乘客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向前的一个视野 座椅还有一点后排的座椅 我们看到整个后排座椅其实是非常宽大的 当然除了这个非常高耸的这些地台之外 其他我觉得都还好 尤其是腿部空间等等 包括头部空间其实也还OK 头部空间但是有一点点小问题 就是可能你现在看我这个位置 因为显得一些不足 那么问题在哪呢 就是在这个坐垫 这个坐垫很厚实 而且是确实是软营动非常的舒适 但是呢 这个坐垫上面 坐垫部分包括背部 其实它设计了一个乘坐的特殊的区域 这块区域的材质是和旁边是不同的 它是被垫高的 这样的话 它是为了保证成员在乘坐的时候 整个的这个腿部 还有背部有一个很好一个支撑性 但是这样一来的话 就显得整个这个座椅的高度会向上提了 这样的话 看我成员可能也就头部也就有一个 三指到四指的一个高度 我1米75身高 所以这样我身高坐在后排的时候 即使我是一个躺倒的姿态 头部空间其实也是略微有些局促的 好的一点补偿给你了 S级和麦巴赫上面有的这个质感非常好的 这个小头枕这个是有了 而且还提供了你一个非常宽大和加长的中央扶手 这样的话 前部只有一个触控口 那么它的这个USB的充电口移到这个位置 这样的话 成员其实在这里使用 看手机的话 其实便利性得到了一个提升 而且这个整个手者的面积是增加了 尺碎增加了 在使用上面也是非常的受用了 这架也是非常的宽大 所以说这个便利性在后排又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提升 刚才说这台车其实是从内到外发生了很大的不同 还有一个内部的变化就是它的动力系统 所以我们在城市道路里面开起来 看看这台车 1.5T和新的48伏的这套动力系统 到底表现怎么样 所以我们现在开起来 而且我们今天就是体验的北京的城市道路 其实说实话 对于奔驰来讲 优雅 舒适 这是它一定要保留的核心元素 那么对于全新一代的C来讲的话 这一点我觉得保持的也是不错的 而且在舒适性方面的体验 我觉得是又进一步了 因为发动机 我们先说发动机 大家都知道1.5T 48伏 这是现在目前CG轿车全系配置的一个动力水平了 那么1.5T够与不够的问题 这个我觉得周论的太久了 如果从四面上来看 1.5T其实它提供了一个204马力 还有300牛米的一个数据 我觉得这个账面上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 最关键一点 你要知道 它现在其实是全系都搭配了48伏电机系统 那么这个48伏才是这套动力系统的一个核心所在 因为它不同于传统48伏 奔驰把这个48伏电机和变速器做在了一起 也就是做成了一体化的一个设计 这样的一个结构好处就是说 它免除了大量的电机编速器中间的一些传送的装置 比如说传统的皮带 那么这些都省去了 而且整个全车电气化的一个设定上 包括水泵啊 包括等等这些原来需要去发动机额外去带动的这些部件 都省掉了 全部由48伏电机来就做驱动了 那么发动机干什么 发动机只干它自己应该干的事 那就是做工 所以说在城市当中 我们身踩油门 其实动力还是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升的 这个体验 加速体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只不过就是这个1.5T 还是被设定在一个相对舒适的一个范畴 它还是要保证车辆以一个相对优雅的姿态的前行 那么它不会给你强烈的推背感 所以行驶的平身性 驾乘的舒适性 是C级轿车的一个重中之重 整体车辆的隔音也好啊 行驶平身性也好呀 包括整个悬架底盘给你带来的这种Lumina反馈也好 都是舒舒服服服的一个体现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这个全新的C级轿车的这一点的行驶的品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这就是全新一代的C级轿车带给你的一个与众不同的一个体验 它就是非常注重奔驰的核心 也就是舒适性 平顺性 静静性 这一点在C级轿车上面又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 所以说你现在买到C级轿车 那么它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在城市当中行驶的一台舒舒服服的一台豪华的三箱轿车 那么这就是C级轿车能够给给你提供的其他品牌车型可能带来不了的这种舒适性的体验 这台车其实说实话 在后排的乘坐的舒适性 可能我觉得比宝马三系可能还好一点 它这个好并不是说它整个悬架更软 而是它整个悬架底盘所提供的这种韧性要更好 三系的这个家常版这个舒适性是得到计目提升 但是它可能也丧失了宝马原来的那种核心体现 所以说C级轿车在保持了舒适性前提下 又通过非常欧化的这种紧致的底盘反馈 给你带来一个不错的行水平衡性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高级的 好了这就是今天我们体验的奔驰全新一代C级轿车 对于C级来讲的话 它依然保持了奔驰的核心价值 同时在整体的品质 以及包括车机的使用的便利性和功能性方面 又得到了很好的提升 这一代的奔驰C级能够提供给你其他品牌提供不了的乘坐的良好体验 同时整体这台车的年轻以及科技化的元素又几乎增强了 好了这就是这期的推化剧 我是崔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